我是在亚太一公共事务联盟 APAPA的全国副主席 现在分出来加州的APAPA分析的主席 参与社区活动大概比这里 至少比影集限是少一点时间吧 不过大概有30年出头 谢谢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想要参政疫症的人 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请王医生一并回答 好吗 谢谢 好的 那我就尽快地回答这两个问题 那现在的华人参政的情况比从前 的确是火热了许多了 30多年前我和影集限在Fremont 开始鼓励华一参政的时候 人数非常少 而且需要找竞选的这些候选人 基本上要我们去寻找 然后经过一番劝说才愿意参选 当年的乔台云部委进入学区委员 和朝野云进入市议会 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 但那时候也学到了很多 也成立了一个整一个团队可以帮助华人竞选 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候选人在各个的地方 我想魏宏对这个是了解的最多的 那这个不是一个坏的现象 这是个好的现象 但是同时呢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各个候选人的这个qualification是怎么样来支持他们 这个下面第八题的时候回答一下 现在华人参与的多了 从前要人登记的选民都很困难 要人去投票更是困难 想要进入一些appointed position很困难 想要竞选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现在大家都特别的热衷于这个政治 而且火热的不得了 有的时候我几乎可以用走火入魔的情形来形容某些人 一些一部分少部分的人 其实政治只是一个人生的一小部分 对吧 这个不是一个人生还有很多的东西 不要把它当做人生一个目标 如果天天都在想这个 可能就要把微信关下一下 把搜索一点关上一两周 自己再做点别的事情 同时有一个现象 我觉得华人特殊的现象 别的人比较少见到这种现象 就是把一个人 一个候选人或者一个当选的什么人 或者一个政党当做神一样的 好像跟宗教一样的去跟随 人是都会犯错的 人不是神 没有人百分之百是对的 好的政客也会承认错 然后改变 然后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情 所以呢 不必为了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 和家人或者亲人反目啊 这个都是非常不值得的一件事情 同时我们的华人的来源 消息的来源 现在也非常的局限在 社交媒体上头了 从前是报纸 说坐在Cinetown 每天早上去饮茶 拿个华文报纸看 后来有个华文电视 现在有多半的人 从社交媒体上得到新闻 这里头的新闻爆炸性很多 但是太多的是偏向的报道 左边右边都是一样 就是事实是报道的 但是偏向某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是谣言跟谎言也是不少 所以这个东西需要一个人 两边都要看 然后慢慢的自己 从经验上几年里头 学到哪一些在哪一些价 然后靠这个判断 参政的时候呢 第一讲的话 可能比较人家会重听一点 会问你是事实上 Based on facts来说的 一方面呢 这样增加自己的credibility 一方面呢 你也能够得到人家的尊重以后呢 才能够整个的种族 和个人的竞选啊 或者像get appointment 他会得到一些成功的经历 那至于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呢 这个每个人其实都合适 只要你有passion 但是你的passion必须是 帮助社区 帮助同胞 帮助我们 而不是说自己想做什么东西 或者自己有一定的 很narrow的purpose agenda 或者是个人的名声啊 或者什么东西 这种事情比较不好 还有我希望的是 年轻和中年 甚至比较老年一点的人 都能够参与政治 不是某一处 年轻的人特别有passion 特别有热情 这是一定的 那但是他们缺乏人生经验 中年老年的人 人生经验很多 可能有的时候太多了 就缺少一些热情 也缺少一些创新的idea 那两边一起参与 一起沟通 而且要互相了解 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第一代移民 跟第二代在这边出生的小孩 差别很大 我想互相了解以后 就会发觉差别虽然大 但是可能百分之七八十 还是相同 这跟候选人是一样的道理 多半的人 即使你不喜欢他的政策 你去仔细想一想的话 实际consel 还是希望把这个路补好 还是希望traffic减少 还是希望这个犯罪减少 都是一样的 这些差别做法可能有点不同 但是想法都是一样的 所以互相了解 那么其他的东西呢 最好是有一点 community service的history 最基层的选举 比如说选出委员 什么可能不那么需要 但是community service能够看到的是 第一个 你有很愿意时间来服务 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于金钱来服务社区 第二个呢 你能够把你的action放出来 也不光是讲话 很多人很会说话 尤其在这个social media上 讲话讲得天荒乱坠 其实做事没有那个能力 也不简直做得出来 那在你的社区服务里头 不管是在这个非盈利组织也好 或者在一个community也好 甚至于这个家长会也好 甚至于教会也好 甚至于这个rotary 像神明说的胡伦社也好 在这里头 你能展现自己一些能力 而且你做事的方法 让大家能够看到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呢 就是要演基本的知识 最好呢 对美国的文化能够了解很多 我想刚才也提到这个这一点 文化是要时间来学习的 就不是一下能够看看书啊 什么就知道 同时呢 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比如说 刚才Sherry说 她是一个建筑师 那她有这个地方的专业 做一个city council 很合适 能够带给city council 这个部分的专业知识 同时一个基本的知识 比如说财政上头的 预算上头的知识 必须要有 反正都是可以学的 如果我想华人都很聪明 上去再学也行 但是如果能 本来就有的话呢 那是再好过了 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还是能够和别人合作 能够在做teamwork 因为不管你选什么职位 必须要经过 一个别的人的通过 学区委员一般是五个七个 city council也是这样子 你不能跟别人合作 一意孤行 而没有办法compromise 没有办法把自己的 想做的东西 能够明显的解释给别人 能够劝服他们 支持你的话 不管你有再好的主意 再高的能力 你也做不到任何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家看这些 看见的时候 这几个条件 希望能够大家都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是从前有这个服务社区的心 跟有一个记录 要选高一点层的职位的时候 你到了周一会级 周长级 到了国会级 这些竞选的时候呢 基本上最好在下面的 已经有过 做过一些 一些city council scoop board aspro board 这个经验 看到他们的能力 同时看到他们的 做的事情 是不是跟说的话 是不是一样 然后是不是能够 达到他们的目标 说还有一个 对着华人的这个候选人 更重要的一点 是要能够参加主流 每天都 每天都在微信里面 跟华人社区里头混的人 恐怕在出去的时候 会有一些困难 不是说不能学习 但是会有一些困难 同时跟别人交流 可能有点狗狗不入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文化上头要学习 一些美国人东西 看球赛 了解各个 电影明星也好 各个星也好 对美国这个popular culture 都有一些的了解 这样子能够跟人家 融入做到的朋友 以后什么话都好讲 每次见到面 只是谈这些 尖锋相对的事情的话 会一事无常 这是我的一点 30多年来的一个观点 谢谢